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梁阿嬷表示 她已经在长青大学学习国画三年多 学国画不仅丰富了她的退休生活 更促进了她和小孩之间的互动 会补充我的那个无聊啦 因为是退休以后都是独地老人嘛 所以是时间是很充值 什么会让你去坚持 所以一直要把国画一直画下去 13岁有兴趣也有 而且是也有时间的关系 这次展出的国画作品 福生一日粮 就是如梁阿嬷要送给小孩的礼物 阿嬷认为不同年龄有不同的心境 人生在世其实不必太计较得失 她希望孩子都能随于而安自在过日 画了几个小时之后 眼睛是会模糊一点点 那是在休息一会就会恢复 大业长青大学国画班值的老师 英光表示 学国画其实很考验眼灵还手的稳定性 阿嬷已经高龄88岁 还能有这么多的创作 而且笔法细致精巧 非常的难得 感谢图书馆提供素人画家展览的舞台 欢迎大家来大大学图书馆观赏如梁阿嬷细腻的国画创作 感受她的生命智慧和热情 大业人新闻 刘新校李贵妹采访报导